老师 什么是三皇五帝啊 这个孤同的著作 他对三皇五帝的记载都不太一样 三皇五帝是三皇与五帝的合成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帝王 而是上古时期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部落首领 后人追尊他们为皇或帝 三皇五帝的三皇分别是天皇 碎人士 帝皇 福兮士 人皇 神龙士 五帝分别是皇帝 专须 帝库 瑶 顺 五位上古部落首领 听我说完啊 你们就能清楚的知道三皇五帝是哪八个人 以及我们为什么是炎皇子孙和龙的传人 被列为三皇之首的天皇碎人士 是中华民族可考证的第一位祖先 相传他发明了钻木取火 同时又教人用火熟食 结束了远古人类如毛银血的历史 使人类与秦宿的生活习性区别开来 因此被后世分为火祖 天皇碎人士身有力伤而履 分别是伏羲士和女娲士 兄妹二人为了缔造人类 女娲藏以神明的形象出现 她不但是补天救世的英雄 还是团土造人的创世女神 而伏羲就是三皇宗的第二位 帝皇伏羲士 相传她是蛇的身体 人的脑袋 帝皇伏羲士不但创造了文字和太极八卦 还和女娲制定了人类的嫁娶制度 以防止乱婚和近亲结婚 同时又交名渔猎 训养野兽 这就是家畜的由来 后来帝皇伏羲士与女娲生有一子 名字叫少典 少典后来又娶游角士 生有两个儿子 分别是大儿子神龙士和小儿子轩元士 其中大儿子神龙士 就是三皇宗的第三位仁皇神龙士 相传仁皇神龙士是刘的老代 人的身体 他清肠百草 发展用草药来治病 还教导部落的人 肯荒种植粮食 从而使神龙士的部落 逐渐的发展壮大 同时神龙士的部落首领 因善于用火 所以被称为炎帝 因此神龙士也就是炎帝 但炎帝并不是对某个人的称呼 而是对神龙士部落 历代首领的统称 而少典的小儿子轩元 不但发明了紫兰车 还见舟车 定算术 致英律 做皇帝内经 同时 他又亲自教百姓 拨五谷 训养猪 牛 羊 狗 等动物 从而宣元寺部落 很快复数 强盛起来 后来巫师说宣元寺 有土德之锐 因为土是黄色 所以宣元寺也叫皇帝 皇帝宣元寺 被列为武帝之首 同时 皇帝也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而是宣元寺部落首领的统称 数百年以后 炎帝的部落和皇帝的部落 为了争夺领利 爆发了版权之战 此战 皇帝打败了炎帝 还活捉了炎帝 而炎帝 败的是心服口服 后来 皇帝又联合炎帝 在捉鹿之战 击败了实力强大的 九黎部落首领蚩尤 炎帝皇帝击败蚩尤后 俘获了所有九黎部落的人 之后被称为黎明 百姓是当时的贵族 后世口中说的黎明百姓 指的就是九黎部落和中原的贵族 此后皇帝的部落和炎帝的部落 渐渐的融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 都是皇帝和炎帝的子孙 因此我们今天称自己为炎皇子孙 炎皇子孙又称华夏民族 华夏民族在汉朝以后称为汉人 唐朝以后又称为唐人 但是一直没有弃用华夏民族的称谓 皇帝和炎帝击败赤油后 在釜山大会天下诸侯 在诸侯大会上皇帝被推举为天子 同时皇帝为了团结这些部族 他提出以蛇为主体 以鱼鳞为鳞 以龟尾为尾 以狮子为头 以鹿角为角 以鹰爪为爪来制作旗帜 并命名这面旗帜叫龙 所以我们今天所说 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 也就由此而来 皇帝死后其长子绍号即位 绍号死后他的子尔 专须打败争夺地位的共公后 成为天下的共主 专须成为天下共主后 严格遵循薛元皇帝的政策形势 使社会安定太平 还制定了立法 因此专须成为武帝中的第二位 据说专须在位78年 活到98岁逝世 武帝中的第三位是帝库 他是皇帝的真孙 帝库成为天下共主后 定立节气 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深受百姓爱戴 帝库死后 他的长子帝智即位 但帝智因不善于管理国家 便善位于弟弟姚 姚便是武帝中的第四位 姚组政期间 团结清族联合友邦 争讨事宜 最终统一了华夏诸部 随之被推举为 部落万国联盟首领 此后姚又派滚至水 并制定立法推广龙庚 还在晚年开创散让制 将地位主动散让给了 更有能力的顺 从此部落的首领 均由德才兼备的人来担当 武帝中的最后一位便是顺 他是皇帝的八世顺 顺执政期间 惩罚坚立选贤任能 同时顺又任命大禹至水 完成了姚未完成的事业 最终开创了正通人和的局面 顺也成为中原地区最强大的 部落首领 顺在位33年后和姚一样 主动把天子位散让给大禹 17年后顺在蓝巡中逝世 随后皇帝的玄孙大禹 在诸侯的拥戴下及王位 建立了中国史书中记载的 第一个世袭制朝代 夏朝 总之三皇五帝就是一个家族之间的故事 都有着共同的人文出足 我是艾佳老师 如果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 欢迎在这里评论 我会查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